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这个结构它只要用一个位移变数 就能够把它的位移能够描述得清楚 所以它就是个单制度的结构 那因为这个结构没有说明说它是没有阻尼的结构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general的结构 它就是具有阻尼的 然后今天要讲一个动力分析 那这个动力分析主要的原因的话 因为我们的外力不见得是一个特定的函数 那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特定函数 我们就没有个精确的解这样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个数值的解这样 那今天就是说介绍一个怎么用个数值的解 中文说这个外力不是一个特定函数 我们也能够把结构的反应找出来这样子 那这个结构的反应呢是包括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好那这边呢我们来看看说这个 一些专有的名词这样 然后第一个是动力分析这样 那这个动力分析呢英文叫dynamic analysis 那就是说我们的外力呢是跟着时间这个变化的 所以我们的反应呢也会是跟着时间的变化这样 所以呢这种是要做动力了 然后呢做分析的话就是说 从这个分析的那个结果啊 希望找到结构的一些反应这样 那么它就是个动力分析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取样周期 那取样周期呢是sampling period 那这个取样的周期的话 主要说我们的地震力也好 那地震力呢我们是用地表加速度来表示 或风力也好 然后呢它是这个时间的函数 但是我们在这个量测这个风力也好 地表加速度也好 那我们没办法这个每一点都量到这样 所以呢我们还是给一个短短的那个周期 再量一点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要经过一个取样的动作这样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如果说我们是个连续的那个时间的话 中環是一个小小的一段时间 很可能它的数据是无限多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一条线是包含了无限多点这样 那我们这个电脑是没有办法处理无限的东西这样 所以我们经过取样这个电脑才能够去处理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个差分方程式 那差分方程式呢英文叫difference equation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结构的运动方程式呢 它是个微分的方程式这样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微分的方程式啊 转成一个差分的方程式 当我们把一个微分方程式 转成一个差分方程式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前后两步之间的 那个关系建立起来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从现在的那个资讯 就可以算到下一步的那个反应这样 那我们这个一步一步这样进行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把全程的那个反应啊 都能够找出来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看说这个单速度结构 然后它是一个强迫振动这样 那因为它是个单速度的结构 所以呢一个微移变数啊 就能够把这个结构啊描述出来这样子 然后再来它是个强迫振动 所以呢它有个外力这样 那就是说在外力之下 那我们怎么找到结构的那个反应 包括它的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这样 那因为这个结构呢 它有个回复力 那回复力就是说 当我有个位移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力量啊 让它回复回来这样 就是使它说它回到这个圆点这样 那有一个这个阻尼力 那就是说在振动的过程呢 它会这个消散的能量这样 所以这边呢有个那个进度 K还有一个阻尼系数 C这样子 好那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啊 单速度结构的那个运动方程式 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啊 一个力的平衡方程式这样 所以呢这边有那个惯性力 MXW大 那第二项的话是阻尼力 CX大 那第三项的话是回复力 KX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等式的右边呢 就是外力这个F这样子 那这个M就是质量 那这个C呢就是阻尼系数 那这个K呢就是个进度这样 然后说说啊 它用个微分方程式啊 两阶的微分方程式啊 就能够把这个描述出来 这个结构的那个运动方程式 那说这个在工程数学里面的ODE啊 就有这个说到了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风力也好 地震力也好 那因为我们是经过取样的 那经过取样的时候呢 那就是说我们只能够知道说 NΔT那个时候 它的那个风力的大小 地震力的大小 包括它的那个符号这样 然后其他的讯息呢 就没有了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经过取样之后呢 那我们就用个中括号来表示这样 那说这个是大FN这样子 那这个N的话就是 DN个取样这样子 那这个大FN的话就等于 这个大F小括号NΔT NΔT就是在那个时间 我就做一个取样这样 那这个第0个取样的话是在0ΔT的时候 我取样就得到这个风力还有地震力 然后第一个取样的时候是一个ΔT的时候呢 我取到它的那个风力还有地震力 然后第二个取样的话 我就是在两个ΔT这个时间呢 那我要测到说这个风力 还有这个地震力这样子 那基本上呢 我们这个风力也好 地震力呢 都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来这个表示这样子 那说说这个FN 这个是中括号 等于这个F小括号NΔT 然后这个中括号呢 是代表说这个讯号是个离散的讯号 所以离散的讯号的话 那就是说它只有在某个特定时间的时候 它才有个取样这样子 那这个小括号呢 是代表个连续的那个时间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量车呢 是任何时间都量到了 这任何时间的讯号都知道这样 那这个小N呢 就是等于0123 一直到这个全程 这个风力跟这个地震力啊 结束这个维持这样 那说这个ΔT呢 就是个取样周期 就是说我们每个一个ΔT呢 我就取一个样本 所以说我们每个一个ΔT呢 我就取一点就知道说 那个时候的风力地震力 是大小这样子 还有它的那个方向这样 其他我就不知道这样子 那当我们在设定这个ΔT的时候呢 它的取样的那个周期啊 要够短 那如果不够短的话 我们很可能很多讯息就 这个失去了 我们就没办法保留啊 它主要的那个讯息啊 所以我们这个ΔT呢 是等于这个Fn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的那个取样的那个时间 周期够短的话 那我们就说啊 我们从这个时间 NΔT到这个N加1ΔT 在这个ΔT这个时段之内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外力啊 视为是个Constant 那如果说这个Ft是等于这个Fn 当这个T呢 介于NΔT到N加1ΔT之间的时候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样子一个假设 那当然各位可以挑战 这个假设对不对这样 那如果这个ΔT够短的话 那这个假设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经过这样一个假设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啊 就可以改写了 那如果说我们是看这个时间 NΔT到N加1ΔT这个时段的话 那我们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啊 就可以写上是MXΔ plus CXΔ plus KX equal to Ft 那现在Ft呢 就等于Fn这样 所以这个等式的右边啊 它是一个常数的那个外力 常数的外力 所以呢 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我们就能够解这样 那在这边要特别注意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 就是说这个运动方程式啊 只能够适用于 在这个时间NΔT到N加1ΔT 这个时间之内这样 那其他时间呢 它是不适合的 不能够适用的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T了 稍稍改写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T呢 写成这个T-NΔT 那这个T呢 把它写成T-NΔT 这个T呢 把它写成T-NΔT 这样 然后这个等式的右边 这个常数不变这样 那么我们本来呢 这个T呢 是从NΔT到N加1ΔT这样 我们就能够把它改成啊 这个T呢 是从0到这个ΔT这样 那这样的话 把这个式子啊 把它写得更简洁一点这样 好 那如果说我们有了 这样一个式子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啊 是从0到这个ΔT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那个初始位移 还有这个初始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这个初始的位移的话 因为在时间0的时候呢 它对应的时候 就是NΔT这样 所以呢 它的那个初始位移呢 就是等于XN这样子 然后它的初始的速度呢 因为这个T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对应于NΔT这样 所以呢 它的初始速度呢 就是XΔN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初始位移 我们也有那个初始速度 我们也有一个运动方程式 而且这个运动方程式的外力啊 是个constant 所以我们就能够解这个运动方程式 那解到这个运动方程式 大家要记住就是说 这个运动方程式 它只能够适用于T到这个ΔT之间这样子 然后其他时间呢 它是不适用的这样子 好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转成另外一个变数 然后让这个式子啊 更简洁这样 那我们就这个建立一个 引入一个变数Y 那这个YT呢 就等于这个XT-NΔT 那这个YΔT呢 就等于XΔT-NΔT 那YΔT呢 就等于XΔT-NΔT这样 那我们把原来的运动方程式 XΔT-NΔT这样 把它解写成Y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YΔT 那我们就得到YΔT 有解 那就是说我们经过做了一个假设之后啊 就是说我们假设说 在一个ΔT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说我们的一个ΔT 够小的话 那我们这个Y力啊 可以视为一个Constant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运动方程式 建立起来 那因为它这个Y力是个Constant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解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再来它这个初始位移呢 就是等于XN 它的那个初始速度呢 就等于XΔN这样 那我们这样 把这个运动方程式 建立成这样子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前几个单元啊 所得到的一些结果 一些方法 来解除这个运动方程式 好 那我们这个 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再重写一次 那就是说这个时间呢 是从0到ΔT 然后呢 有了初始位移 那也有这个初始速度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啊 它是一个second order 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 所以它的那个general solution啊 就是有homogeneous solution 还有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这样 那我们用前几个单元的一些结果啊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就等于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的omega0t 然后括号C1cos omegaDt plus c2side omegaDt 然后再一个括号这样 然后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呢 就等于这个1 divided by k 这个fn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initial 有了这个general solution之后 那我们就利用initial displacement 利用这个initial velocity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c1跟c2解出来这样子 那把这个c1c2解出来之后 那我就能够得到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的那个解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呢 再提醒一次就说 这个解只能够适用于这个t呢 是照这个0到delta t之间这样子 只能够适用于这个范围 离开这个范围呢 它就不再适用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了这个结构的位移 那我们再把它这个维分之后 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那个速度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我们有这个初始位移 也有这个初始速度 那我们就用初始的那个条件 就是y0 那我们这个把0带进去 cos0就等于1了 sine0就等于0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得到c1 plus1 divided by k times fn这样子 那在这个方程式里面呢 唯一的位置数就是c1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c1写出来这样子 然后c1 equal to y0 minus1 divided by k fn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从这个初始速度这个条件这样 初始速度的条件 那就是y0 equal to y0 那么我们呢就能够把这个0带进去 那这个sine0 equal to 0 然后cos0 equal to 1 所以呢这边就是c1 times minus zeta omega 0 cos0 equal to 1 所以是c2 times omega d zine0 equal to 0 然后在这个方程式里面呢 有这个c1跟c2 那这个c1跟c2啊 因为c1在前一个方程式已经解出来了 那所以说只剩下一个位置数c2这样 所以我们就能够把这个c2能够解出来这样 c2 equal to 1 divided by omega d times y0 plus zeta omega 0 divided by omega d y0 minus zeta omega 0 divided by omega d k times fn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c1跟这个c2 那我们把这个c1带进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structural displacement的解 我把c1 c2带进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structural velocity的那个解这样子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的那个解这样 那我们这个解就是这样一串东西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我们会看到说 它是有这个exponential zeta omega 0 t cos omega d t sine omega d t 再来的话它有y0 有y dot 0 还有这个fn这样 那我把这个方程式啊 把这个解啊 我把它重组一下 那如果说我用y0 有关y0的东西把它写在一起 有关y dot 0的东西把它写在一起 有关fn的东西把它写在一起这样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yt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y0的关系 y dot 0的关系 这个fn的关系这样 那我就说我只要知道y0 知道y dot 0 知道这个fn 那我就能够知道这个yt了这样 那一样这个t呢 只能够适用于说 在这个时间零啊 到这个delta t之间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 这个structural velocity 那这个y dot t呢 有一串东西这样 那我们看这串东西的话 也知道说 它这边有y0 那也有y dot 0 还有这个fn这样 那我就是把这个解啊 再把它重组 那我就说有关y0的 把它写在一起 那有关y dot 0的 把它写在一起 那有关fn的 把它写在一起这样 那就说 如果说我们已经given 已经知道这个y0 y dot 0跟这个fn 那我这个y dot t 就可以找到了这样 那在这边呢 再次强调一次 就是说这个t呢 是0到delta t之间 出了这个范围啊 它就不适用这样 那在这边呢 再说一下这个y0呢 我们刚刚说 它事实上就是xn 这个y dot 0呢 事实上它就是x dot n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 并不关心啊 从这个0到delta t 我们并不关心 前程的那个变化 我们只关心 在时间t等于delta t的时候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t啊 就是我前一个 得到出来的那个解啊 不管是yt 还是y dot t 我把这个t呢 用这个delta t带进去这样子 那当这个t用delta t带进去呢 那这个y delta t呢 那我就可以写成y1 这个y dot delta t呢 我就可以写成y dot 1这样子 那就说我这个y1 就是y delta t 那就说跟y0有关系 跟y dot 0有关系 跟fn有关系 那现在我原来这个时间t呢 我已经用delta t带进去 时间t用delta t带进去 时间t用delta t带进去 时间t用delta t带进去 这边的时间t也用delta t带进去 这边的时间t也用delta t带进去 那就说我的y1呢 就可以写成一堆东西 或许说我们叫它一个系数 乘上y0 再一个系数乘上y到0 再一个系数乘上fn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系数 那这个系数跟什么有关系呢 第一个跟结构的振动频率 omega d有关系 第二个跟它的阻力比有关系 再来这个omega d 因为我们知道omega d equal to omega 0 square root of 1 minus zeta square 所以我们从omega 0跟这个 zeta 就可以得到omega d 然后再来是delta t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自然振动频率 omega 0 知道它的阻力比zeta 我就要它的取样的那个周期 那这个取样的周期很像决定于外力的那个取样的周期 delta t 那么我这个系数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系数 也是一样 omega 0 zeta delta t 我这个第二个系数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三个系数 omega 0 zeta delta t 然后再多一个k 然后这个k是什么呢 就是结构的那个进度 那当然这个结构的那个参数 这个mass 然后这个damping coefficient 还有这个stiffness 这个k要given 我才能够做动力分析这样 那这个系数 也是可以已经知道的 而且是个常数 它跟这个时间无关的这样 那乘上这个fn这样 所以总的来说 我这个y1 可以写上一个系数 乘上y0 plus另外一个系数 乘上y到0 plus再来一个系数 乘上这个fn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y到1这样 那y到1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个 前面所解出来的y到t这个解 这个t呢 用这个delta t来表示这样 那一个delta t来表示的话 这个y到t y到delta t就变成y到1这样 那一样我把这个t呢 用delta t放进去 t用delt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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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方程式 写成这样子 就是y到1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就是说一堆东西乘上y0 一堆东西乘上y到0 再一堆东西乘上这个fn这样 那当然我们这一堆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coefficient 是个系数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coefficient 跟什么有关系呢 就跟它omega0 结构的自然振平 zeta 结构的那个阻力比 还有delta t 就是结构的那个取样周期 就是外力的那个取样周期 那我们说sampling period 那我们这个系数就找到 而且呢 这个系数呢 并不会跟着这个时间变化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系数 然后第二个系数也一样 我知道omega0 我知道zeta 我知道delta t 第二个系数就能够决定 而且它不会跟着时间变化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三个系数 一样我们知道omega0 知道zeta 知道delta t 那我这个第三个系数也可以知道 而且这个第三个系数一样 它就不需要这个跟着时间变化这样 那就说我怎么去找这个y.1呢 那我就说一个系数乘上y0 再加上第二个系数乘上y.0 再加上这个另外一个系数乘上这个fn 我就可能够把这个y.1找到这样 好那我们呢就是把这个y.1 就可以写成一个系数 那我们把这个系数叫做a.1.1 tams y.0 然后再一个系数 那我们把这个系数呢叫a.1.2 tams y.0 再来一个系数呢 我们叫它b.1 tams fn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说 这个y.0 事实上就是xn 所以这个y.0呢可以用xn来取代这样 这个y.0 事实上就是x.n这样 然后这个y.1 就是等于是xn plus 1这样 就下一步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差分方程式 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就是说整个xn plus 1 equal to a.1.1.tams xn plus a.1.tams x.n plus b.1.tams fn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差分方程式 然后这个xn的话就是说 我从这个dn步的那个积讯 dn步的位移 那这个x.n的话就是说 我从dn步的那个速度 然后这个fn的话就是dn步的外力这样 那我从这样一个组合之后 我就可以得到下一步 n加一步的位移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速度 那这个y.1 就是一个系数 乘上y.0 那我们这个系数呢 叫它a.2.1 再来一个系数 乘上y.0 那我们这个系数呢 叫它a.2.2 再来一个系数呢 乘上这个fn 那我们叫这个系数呢 叫做b.2这样 好再来就说这个y.0 那因为我们经过这个 变数的那个转化 四上它就是xn了 y.0 事实上它就是x.n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把这样一个 插分方程式建立起来 那就是说我这个x.n plus 1 equal to a.2.1 times xn plus a.2.2 times x.n plus b.2 times fn这样 那就是说我只要知道 这部dn步的位移 dn步的速度 dn步的外力 我就可以找到 我就可以找到 n加一步 就是下一步 n加一步的速度这样 那我有了这两个插分方程式 那我就说我从dn步的那个资讯 我就可以找到dn加一步的位移 dn加一步的那个速度这样子 好我们这边整理一下 那我们怎么找这个结构位移呢 那就是xn plus 1 equal to a.1.1 times xn plus a.2 times x.n plus b.1 times fn这样 那这个a.1.1呢 那它就是个常数了 它跟时间无关这样 它是要从这个结构的自然振平 omega 0 结构的那个阻力比 z 那当我们的mck有了之后 我们有了质量 有了damping coefficient 有了stiffness 那当我们可以 omega 0跟那个z 就可以找到了这样 那有了omega 0跟那个z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omega低了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还要知道外力 不管它是风力也好 地震力也好 它的那个sampling period 就是取样周期 隔多久取一点样本 取一个样本 那这个delta t也要知道 那我这个a.1.1就找到了这样 所以这个a.1.1呢 它是个常数 它不会跟着这个时间变化这样 一样这个a.1.2也是一样 那我们有结构的自然振平 结构的阻力比 还有外力的那个sampling period 我就能够把这个a.1.2找到这样 b.1也是一样 我只要知道结构的振平 omega 0 Junebi zeta 外力的取样的周期 delta t 还有结构的那个进度 我这个b.1就可以找到这样 所以这个a.1.1 a.1.2跟这个b.1 都是个constant 它并不会随着这个时间变化这样 那如果说我从这个dn步 找到n加1步 我当然可以从n加1步 可以找到dn加2步 那我这个一步一步往前推移 那如果说把全程的那个结构的位移 都能够找到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structural velocity 那一样x.n plus 1 equal to a.2.1 times x.n plus a.2.2 times x.n plus b.2 times f.n这样 那这个a.2.1呢跟什么有关系呢 omega 0 自然正平 zeta就你比delta t 外力的那个取样周期 那这些都要given了 因为你这个不给的话 那当然是没办法做这个动力分析这样 所以这个a.2.1呢 它是个constant coefficient 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而变化这样 那a.2.2也是一样 我们只要知道omega 0 zeta 还有delta t 我就能够把这个a.2.2决定 那a.2.2呢 它不会跟着时间而变化这样 那b.2也是一样 那就说我们只要知道 结构的频率 阻力比 外力的取样周期 还有它的mass 就是结构的那个质量 那我们就可以把b.2决定这样 那b.2呢也是个constant 它不会啊 这个随着那个时间而变化这样 所以说我们从dn步的位移 dn步的那个速度 dn步的那个外力 我就可以找到下一步 dn加1步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我们这个一步步往前退移 那我就全程的位移 全程的那个速度都能够找到这样 那我们说过这个就是个差分方程式 那就是说这个差分方程式就把 两步之间或三步之间 它的那个关系建立起来 它就是个差分方程式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一阶的那个差分 就是我们把这个dn步跟n加1步 这个关系也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我们说这个叫difference equation 好那我们有了位移了 有了速度了 那我们加速度怎么找到这样 那我们加速度的找法呢 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运动方程式 我们说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事实上它就是个力的平衡方程式 或者说动力的平衡方程式这样 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运动方程式开始出发 那就是说把有关这个跟这个x double dot 跟加速度无关的都把它移到这个等式的右边这样 然后再把这个整个方程式除以m 那我们就可以到达x double dot 就是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equal to minus k divided by m xt minus c divided by m x double t plus 1 divided by m f t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t 用这个n加n plus 1 delta t带进去 这个t用n plus 1 delta t 这个t用n plus 1 delta t 这个t用n plus 1 delta t 那因为这个等式啊 是任何时间都成立的 那既然它任何时间成立 当然在这个时间n plus 1 delta t的时候 它也可以成立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n plus 1 delta t 那我就可以把一个连续的那个时间呢 变成一个离散的那个时间这样 所以我这个x double dot n plus 1 equal to minus k divided by m times xn plus 1 minus c divided by m times x dot n plus 1 plus 1 divided by m times fn plus 1这样 那就是说我从dn加一步的位移 n加一步的速度 n加一步的外力 我就可以知道n加一步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当然这个n是一个任意的一个值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这些 这些这个差分方程式之后呢 那我们就能够解这个结构的那个反应这样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差分方程式 好 那就是xn plus 1 equal to a11 times xn plus a12 times x dot n plus b1 fn 那就是说我从dn步的位移 就能够找到dn加一步的那个速度这样子 那这两个都是差分方程式 因为它这个方程式呢 是把dn步的那个资讯 跟n加一步的那个资讯把它连接起来 所以呢 它就是这个差分方程式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方程式 x double dot n plus 1 equal to minus k divided by m xn plus 1 minus c divided by m times x dot n plus 1 plus 1 divided by m times fn plus 1 那就是说我从dn加一步的位移 n加一步的速度 n加一步的外力 我就可以找到n加一步的那个加速度 这个第三个方程式啊 它并不是个差分方程式 因为它并不是有两步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就不是个差分方程式 它是普通的一个方程式而已 好 那我们呢 如果说它是个自由的震动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自由震动 那这个自由震动呢 given那个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x0 given这个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x0 dot 那么我们呢 就从这个时间零开始出发 n equal to 0 就是第零步开始出发 那这个第零步呢 我们就叫x0 equal to x0 那这个是given的 x dot 0 equal to x0 dot 这也是given的 好 那我们呢 这个第一个方程式 第二个方程式 这个第一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是given 那要找加速度呢 那我们就用第三个方程式这样 那就是说第零步的位移 还有第零步的那个速度 还有第零步的外力 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外力 没有外力 所以我们从这个第零步的位移 第零步的那个速度 就找到第零步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好 所以这个第零步的位移 速度还有加速度都找到 那我就往前迈进 那当n等于1的时候 那我就用第一个差分方程式 好 这个第一个差分方程式 那我说x1 equal to a11 times x0 plus a12 times x.0 然后这个x0呢 前一步就找到了 x.0呢 在第零步就找到了 所以这个x0跟x.0是已知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找到 第一步x1的位移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差分方程式 那我说是x.1 equal to a21 times x0 plus a22 times x.0 那这个x.0前一步找到 x.0前一步找到 这个a11 a12 a21 a22 是个constant coefficient 已经知道了 只要我们知道结构的mck 还有外力的那个取样 这个做这个分析的那个取样的周期 delta t 那我们a11 a12 a21 a22 都是已知的这样 所以我们就能够把这个x.1找到这样 好 再来我们用第三个方程式 那就是x.1 equal to minus k divided by m times x1 minus c divided by m times x.1 那就是说我从第一步的位移刚刚找到了 第一步的速度刚刚找到了 我就可以知道第一步的加速度这样 然后因为它是个自由振动的反应 所以外力是0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步了 那这个x.2呢 我就用第一个差分方程式 so equal to a11 times x1 plus a12 times x.1 那这个x.1 那这个x.1前一步找到 a11 a22它是个 constant coefficient 已经知道了 所以就能够找到第二步的那个位移这样 然后再来是第二步的那个速度 x.2 那我就利用第二个差分方程式 第二个差分方程式 equal to a21 times x1 plus a22 times x.1 那这个x.1全部找到了 a21 a22是个 constant coefficient 是引致到这样 所以我就能够找到第二步的那个结构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我们有了第一步 第二步的位移 第二步的速度 我就可以利用第三个方程式 我就可以找到第二步的时候的 结构的加速度 x.2 那这样的话 我就能够把一步步往前进 我就能够把这个结构的那个自由振动的那个反应 就是在初始位移 初始速度之下 它的反应找到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单位不接的反应 那单位不接反应 如果说我们是从 考虑到这个时间是大于零的话 那就说它这个外力是个 constant 那这个外力呢都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这样 所以我们从这个 这个n等于零 就从第零部开始 那第零部呢 因为这个外力是个 constant 所以这个f0 equal to 1 然后呢初始位移 x0 equal to 0 given的 初始速度 x.0 equal to 0 也是given的这样 好 那我们从第零部 第零部的位移 第零部的速度 还有第零部的外力 我就可以利用第三个方程式 找到第零部的时候的加速度这样 好 那我们继续往前迈进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n equal to 1 就是第一步的时候 好 第一步的时候呢 这个f1 equal to 1 那因为这个外力是个 constant 是一个单位不接的外力 所以这个f1 equal to 1 然后这个x1 就是第一步的那个位移 我就利用第一个超分方程式 第一条超分方程式 就 equal to a11x0 plus a12x.0 plus b1f0 那么这个从第零部的位移 你能知道 速度你能知道 外力也知道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第一步的位移 这样 好 那我们接着呢 要找这个第一步的那个时候的速度 那我就用第二条超分方程式 equal to a21xx0 plus a22 times x.0 plus b2 times f0 那这个第零部的位移 第零部的速度 第零部的外力 已经找到了 前一步的时候已经找到了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第一步的那个速度 就是x.1这样 那我从这个第一步的位移 第一步的速度 刚刚找到了 还有第一步的外力 那我们就利用第三个方程式 那我就可以找到第一步的时候的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这样子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那就是n等于2 那就是说第二步了 那这个f2呢 还是等于一个单位 因为这个外力是一个单位布阶的外力 这样子 那我们来找这个第二步的时候的位移 那要找第二步的位移呢 我就用第一条的差分方程式 equal to a11 times x1 plus a12 times x.1 plus b1 times f1 从第一步 已经可以找到它的位移 x1 速度x.1 外力f1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差分方程式 我就可以找到第二步的位移 x2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步的时候的速度 我就用第二步的时候 第二条的那个差分方程式 那就equal to a21 times x1 plus a22 times x.1 plus b2 times f1 那第一步的时候位移知道 速度知道 外力知道 所以我利用这样一个差分方程式 我就可以找到第二步的时候的速度 那就是x.2 那从第二步的位移 第二步的速度 第二步的外力 那我就可以找到 这个第二步的时候的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那我们这样子一直往前进 那我就能够把结构的位移 全程的 结构的速度 全程的 结构的加速度 全部找到 那就是说 我就能够把这个结构的反应 完全解出来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说 如果这个外力呢 是个单位减斜的反应 这样 所以我们的运动方程式呢 就会变成是 mx double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equal to sine omega t 那因为我们的外力呢 就是一个sinosoidal的外力 而且它的ambitual呢 是等于一个单位 然后再来 它的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好 那我从这个第零步开始了 那第零步呢 我们再看 这个f0 这个f0呢 那我就是要把这个t呢 用0倍的那个delta t加进去 所以呢 它就是si omega zero 那我们知道si omega zero 就等于si zero 那就等于0了 所以这个外力呢 是凉压的 这个x0 given了 就是等于0 x star zero given 它就是initial velocity 等于0 好 那我们就从第零步的位移 第零步的速度 还有第零步的外力 刚刚已经列出来了 我就可以找到 第零步的那个加速度 这样 所以这个第零步的位移 速度 加速度 都完全能够解出来了 那我们就往前迈进 n等于1 就是第一步了 我们先看这个f1 f1的话 就代表说 在一个delta t的时候 它的外力 这样 所以这个si omega t 就变成是si omega delta t 那这个delta t呢 就是看你取的时候 你这个si omega t 它的那个取样的周期 是多小 这样 那当然要足够的小 那这样我们的假设 才会成立 这样 那说这个delta t 要决定的 要决定是多大 这样 那这个omega呢 就是你的外力的频率 是given 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说 怎么去找第一步的那个位移 这样 那第一步的位移呢 我们就用第一条的 超分方程式 就ego to a11 times x0 plus a12 times x0 plus b1 times f0 那这个地零步的位移 地零步的速度 地零步的外力 前一步已经找到了 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 超分方程式啊 我就可以找到第一步的时候的位移 x1 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一步的时候的 结构的那个速度 那我就利用第二条方程式啊 第二条超分方程式 那就是a21 times x0 plus a22 times x0 plus b2 times f0 然后这个结构的位移x0 结构的速度x0 那个外力 f0 在前面 前一步已经找到了这样 所以我就利用这样一个超分方程式呢 就可以找到第一步的时候的 structural velocity x.1 这样 那有了这个第一步的位移 第一步的速度 还有第一步的外力 那我就利用第三条方程式 那我就可以找到第一步的时候的 这个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到这边呢 我们这个第一步的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加速度 都全部找到这样 那我们都继续迈进 当这个m equal to 2 那就进入这个第二步了 那一样我们先找这个f2 在第二步的时候的外力是等于多少这样 那f2呢 就等于psi omega 2 delta t 那正在这个时间呢 就变成是2 delta t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第二步了这样 那这个delta t呢 就是我们要设定 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力 这个delta t是多少这样 那当然基本上它要够小 那这个我们的假设 在一个delta t里面 这个外力是个constant 才能够这个成立这样 然后这个外力的频率 omega要given这样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步 找第二步的那个位移这样 那找第二步的位移呢 我们就利用啊 这个第一条的差分方程式 so equal to a11 times x1 plus a12 times x.1 plus b1 times f1 那这个第一步的位移 第一步的速度 第一步的外力 我们已经在前一步找 全部找到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样一个差分方程式 找到第二步的时候的位移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 这个第二步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我们就用第二步的 第二条的差分方程式 u to a21 times x1 plus a22 times x.1 plus b2 times f1 那这个第一步的位移 第一步的速度 还有第一步的外力 都已经知道的 所以我就利用这样的差分方程式 就可以找到第二步的速度 x.2这样 那这个 a11 a12 b1 a21 a22 b2 它们都是一个constant coefficient 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结构的 m c k 还有这个我们设定外力的那个 sampling period delta t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a11 a12 b1 a21 a22 b2 这些 coefficient找到 而且这些 coefficient 是不会随着那个时间变化的 好那我们有了第二步的位移 第二步的速度 还有第二步的外力 那我们就利用第三条方程式 那我就可以找到第二步的那个加速度 这样 那说说到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第二步的位移速度 还有加速度都全部找到这样 那当然我们就继续可以找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那我们这个一步步这样 这个迭代下去 那我们就能够把全程的位移速度 还有加速度全部找到这样 好再来的话 那如果说这个外力是个随机的外力 就是我们用个乱数产生个随机的外力 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运动方程式 这个ft 这个外力是随机的 好乱数产生这个外力 这样 那我们这个运动方程式 就可以写什么mx double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equal to ft 只不说这个外力是并不是个特定的函数 它是乱数产生的一个外力这样 这个x0 就是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x dot 0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那这个外力呢 我们说这个fn delta t 就要用这个随机乱数产生一个外力这样 那这个n就是0 1 2 到这个外力结束为止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外力呢 它已经不是个连续时间的外力 因为它变成是个离散时间的外力这样 它只有在0个delta t的时候 我们知道外力的大小 一倍的delta t的时候 外力大小知道 两倍的时候 外力的大小 方向知道这样 那这个 从这个0delta t到1delta t 它们怎么变化 我们是不知道这样 当然如果说 我们这个delta t够小 我们就能够假设说 这个外力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它是保持constant 就是说在一个sampling period 在一个delta t以内 它是视为这个常数这样 那前提的话 就是这个delta t要够小这样 那这个delta t呢 就是sampling period 取样周期 好 那我说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假设 这个ft equal to fndelta t 就是说当这个时间呢 介于ndelta t到nplus1delta t的时候呢 那这个ft呢 就是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 就是在ndelta t的时候的外力这样 那如果说从这个ndelta t 到n加1delta t 我们把这个外力视为一个constant 它的值就等于在ndelta t的时候的外力这样 那有了这个假设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用数值方法 来解除啊 这个结构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呢 是包括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加速度的反应这样 好 那我们从这个D零部开始 f0 那这个叫given 因为是从随机外力产生了 说这个是已经知道了 是given了 然后呢 x0 equal to 0 这个题目给了 x0 equal to 0 那我们有了这个 D零部的时候的位移 速度 还有外力 那我们就利用第三个方程式啊 我就可以找到 D零部的时候的加速度这样 所以这个N equal to 0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位移 速度 还有加速度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迈进 当N equal to 1 那就是F1 equal to Fdelta t 就是等于说你这个第二个采样的外力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given的这样子 好那我们怎么找这个x1呢 那我就用第一条的差分方程式 E equal to A11x0 plus A12x.0 plus B1F0 这个x0 x.0 F0 在前面N equal to 0的时候 已经找到了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差分方程式啊 我就可以找到x1 第一步的时候的位移这样子 那x.1 那我就利用第二条差分方程式 由于我都A21x0 plus A22x.0 plus B2F0这样子 那这个D零部的位移 速度 外力 在前一步已经全部找到了 那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差分方程式 我就可以找到 第一步的时候的速度 x.1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了第一步的位移 第一步的速度 还有第一步的外力 我就利用第三条方程式 我就可以得到x.1 就是第一步的时候的加速度这样子 所以这个N等于1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找到 它的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and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N等于2 N等于2这个F2 就是等于F2ΔT 就是第二个采样的外力这样子 或者说我们第二个乱数产生的外力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是given这样子 那这个x.2呢 我就利用了这个第一个差分方程式 就从第一步的位移 第一步的速度 第一步的外力 我就可以找到第二步的时候 它的位移 x.2这样 那这个x.2呢 我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差分方程式 就从第一步的位移 x.1 第一步的速度 x.1 第一步的外力 就是F1 这个是已经知道了这样子 然后利用这个差分方程式 我就可以得到第二步的structural velocity x.2这样子 然后有了第二步的那个位移 然后第二步的那个速度 还有这个第二步的外力 那我们就能够找到第二步的那个加速度这样子 所以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可以把n等于2 n equal to 2的时候的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找到这样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继续 n equal to 3 n equal to 4 n equal to 5 都能够找到它的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还有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那我们一直到这个外力结束为止 我们都能够全程啊 掌握到它的位移 它的速度 还有它的那个加速度这样子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举个例子 然后呢 这个例子呢 在前几个单元都用到过了这样子 那说说 我有一个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structure 那我们那个math m equal to 2,000 ton k equal to 7,8957 kilonewton per meter c equal to 1256.6 kilonewton per meter per second 这样 所以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c 它这个单位啊 就是力除上速度 就是单位速度当中的外力加 k这个单位呢 是单位位移当中的外力加 然后从这个k 就是steveness 还有m这个mass 那我就可以找到自然震动频率 natural frequency Omega 0 就等于6.283 radian per second 那我们把它divide by 2pi 那就可以得到1hz 就是one cycle per second 这样子 那我们再把这个f0取它的导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然的震动周期 t0 就等于1秒这样子 好 那因为我们有c 那我们这个c divided by 2 square root mk 我就可以找到它的damping ratio 就等于0.05 就是5%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omega 0 也有阻尼比zeta 那我就可以找到omega d omega d就是有阻尼之下它的自然的震动频率 就是omega d equal to omega 0 square root of 1 minus zeta square 就等于6.275 radian per second 它跟这个omega 0是蛮接近的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omega d divided by 2pi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0.9987hz 那就是说没有阻尼之下它是1hz 有阻尼之下它的那个频率变慢了 就0.9987hz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fd取它的那个导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具有阻尼之下 它的自然震动周期Td Td呢就等于1.0.13秒这样 那就是说它这个有阻尼之下的话 它的那个周期变长了这样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说 我们就重复这个前几个单元所做过的问题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的初始位移呢 基本是0.1m 那初始速度呢基本是0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结构的自然证频omega 0 这个结构的阻尼比z 那我们现在呢取样的那个周期呢 我们定为是0.01秒 那0.01秒就取一点 那就是说我们1秒里面呢取得100点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它够密这样子 好这个delta t也有了这样 所以我就能够把a11找到了 同样我知道omega 0 知道zata 知道delta t 我a12也可以找到这样 那在这边要注意一下a11是没有单位的 a12的单位呢就是秒这样 那一样我就可以找到a21了 那因为我有omega 0 我有zata 有delta t 我就可以找到a21 a21的话它的单位是one divided by second 这样 a22呢因为我有omega 0 有zata 有delta t a22也可以找到a22呢是没有单位这样的 好当我这个a11 a12 a21 a22找到 那我有了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有initial velocity 那我就用刚刚所提出的那个方法 那我从第0步开始找到第一步 第一步找到第二步 第二步找到第三步 我一直这样往前推移 那我就能够把全程的那个反应啊都找到 然后找到之后呢我就把那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这个画出来这样子 那画出来之后 一样我们要check一下说 initial value 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acceleration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它的那个structural period vibration period 这个振动的那个周期 大概是一秒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 然后再来它的那个ampitude的关系 是不是有某种关系 比如说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它的振动的那个幅度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这样 然后再来说说它的那个振幅的那个衰减的速率 是不是有一个关系这样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题目呢我们之前呢是用解释解 用个精确解 找它的那个精确解 现在呢我们是用个数值的那个解 那我们要比较两个解的那个结果 就是之前的图跟现在的图 它们的位移速度还有加速度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们对我们的解就有信心了 我们这样一个数值的这个解呢 是可以相信的 应该是合理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建立一个数值的方法呢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们很可能经过手算也好 很可能经过理论分析也好 已经知道它的答案了 那我们再用个数值方法去解解看 那如果解出来 跟我用理论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这个数值方法 那个可信度啊就非常的高了 然后跟着呢我们再看强迫振动 强迫振动 那一样我们强迫振动呢 就是我外力这样 那我们这个原来的mkc 跟原来是一样 那我们一直都用这样一个结构的那个系统这样 好 那如果这个外力呢 是一个布阶的外力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看这张图 就是说当时间是负的时候 这个外力是0 当时间是正的时候呢 它就这个外力就跳跃到这个2000个kN这样 所以它跳了2000步 就在时间0的时候呢 它跳了2000步这样 好 这个x0 equal to 0 x0 equal to 0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在前几个单元做过的 那我们就希望说啊 我们前面的单元呢 是用一个精确的解 然后现在呢我们用个数值的解 那如果说我们的数值的解 跟精确的解非常接近的话 那就代表说我们的数值的解啊 是应该可信的这样 好 那这个delta t呢 我们的设定呢 是0.01秒 那就是说跟前面一个题目是一样的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b1了 那这个b1要用什么找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b1找到这样 那这个b1的单位呢 就是met per kN这样 那再来我们再看这个b2了 b2也是一样 那我们要用omega0 然后damping ratio zeta 还有这个sampling period delta t 再来要知道结构的那个质量 那这些都是given 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b2找到了 那这个b2的那个单位呢 就是met per second per kN这样 那不管是a11 a12 a21 a22 b1 b2 它们都是个constant 就是说它们都是个常数 不会因为时间而变化这样 那我们有了a11 a12 a21 a22 b1 b2 那我们用前面所介绍的那个数值的方法 我们从这个第0步出发 找到第1步 第1步出发 找到第2步 第2步出发 找到第3步 那我们这个 一直这个时间呢 往前推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全程的位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的反应这样 那我们的结果 画在这边这样 一样 那我们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那我们就要check一下 比如说它的initial value 包括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acceleration 是不是跟我们一起一样 第二个 我们看说它的vibration period 一秒钟 是不是跟我们的预期一样 第三个 就是说这个structure displacement 的那个震动的幅度 跟velocity的震动幅度 跟acceleration的震动幅度 它们的关系 有没有某种的关系存在 那关系是不是跟我预期一样 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震动的幅度的那个衰减 是不是跟我们的预期一样 这样 最后这个题目呢 之前我们做过的 我们呢是用一个精确的解 找到这个结构的位移速度 还有加速度 那我们现在呢 是用个数字的那个解 找它的位移速度加速度 那我们这两个结果 就要比较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的数字的结果 跟我们用精确的解的 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说 或者说非常非常接近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数字的解 就相当有信心 它应该是合理 是对的 好 那再来的话 是这个外力变成是个减斜 Synosydo的外力这样 那就是说 这个外力是2,000 Sy omega t 它的单位呢 是Q newton这样 第一个 Omega 我们先看说 它是Pi radian per second 或说是0.5hz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就 有了这个外力 那我们就用之前 发展的那个数字的方法 我们从D0部出发 再来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那我们就可以把全程的 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加速度的反应 找到这样 好 找到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check一下 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acceleration 是否跟我们预期一样 然后它的振动的周期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 震动的幅度 有没有一个关系存在这样 然后呢 再来它这边呢 有个稳态的反应 那这个稳态的反应 是否跟我们预期一样这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同样一个题目呢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呢 有用一个精确的方法 用个解释的方法 找到它的这个精确解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用个数值的方法 找到它的数值的那个解这样 那精确解有它的好处 它是解出一个非常漂亮的 那个精确解 那但是数值方法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它适用于每一种外力 都可以适用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解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是一样 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数值方法 就有信心这样 那再来是我们把这个Omega so等于这个2πrps 那就是说我的外力的频率呢 是1Hz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位移 速度 加速度 那我们方法是用数值方法 从第0步出发 第一步 第二步 然后就一直往前迈进这样 所以我们都能够把它的位移 反应画出来 速度的反应画出来 加速度的反应画出来 这样 那画出来呢 我们就要切几样了 就一个它的Initial Value 是不是跟我们预计一样 Vibration Period 是不是跟我们预计一样 还有它们Ampitude 有没有一些关系存在这样 然后它们有没有用过 稳态的反应等等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说 因为同样的题目呢 我们在前面单元有解过 那个时候呢 是直接用ODE 还有这个LAPA传方来解的 那是个精确的那个解 那现在我们用个数值的方法 解出来这个结果 那这两个结果呢 大家要比对一下 那如果这个两个结果非常非常接近 那就代表说 我们这个数值方法应该是可信这样子 再来我们把这个频率呢 再变化了 变化了 变成是3PiVitian Per Second 那就是说等于1.5会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就用这个单元所介绍的那个数值方法 从第0步出发 第一步 第二步 那全程的位移的反应把它画出来 速度的反应把它画出来 加速度反应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那各位就要判断一下 这个结果合不合理这样子 就是从它的Initial Value Vibration Period 它的Ambitude 有没有个关系存在这样子 好 再来的话 因为同样个题目 我们呢 曾经用ODE 用La Plus Throne来解过 那我们也把它的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这个做图这样 那我们现在用数值的那个解 解出来之后 那我们要比较上这两个的结果 那如果说它们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代表说 我们这个数值方法是可以信赖的 那再来说 如果这个外力是个随机外力 那这个就是数值方法的好处 那如果它是个随制外力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找到它的一个精确解 因为它是个随机外力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随制外力 用一个特定的函数能够描述出来 那既然它没办法用个特定的函数描述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直接用ODE 直接用La Plus Throne来解这个微分方程式 那我们就没办法得到它的位移速度 还有加速度这样 那这边的话就是个 random force 那这个 random force呢 它的外力呢 是介于这个 这个-4000QN到4000QN之间这样 那你会看到说 它是蛮凌乱的这样 它没有个规律存在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外力啊 用个特定的函数来这个表示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因为我有了这个外力 我就可以从D0部出发 因为我们的结构已经given MCK given 从这个MCK呢 那我就可以得到它Omega 0自然真平Zeta就你比Delta T也given了 就是0.01秒 那这个外力也有了 那我就可以从D0部开始出发 找D1部 D2部 D3部 那说说我就可以把这个位移啊 这个反应啊 全部找出来 那我就可以做图这样 那一样 得到这个位移的反应之后呢 那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位移的反应 比这个外力有规律的 这个外力呢 是很凌乱的 然后呢 这个位移反应 看起来蛮规律的这样 那规律呢 因为它规律 那我们就看一下说 这个Initial Value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那这个规律呢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它的振动的周期 那这个振动周期跟这个结构的 这个基本振动周期 有没有个关系存在这样 那如果说他们有个关系 那我们能够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结果呢 应该是个合理的那个结果 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找到这个全程的那个速度 我也可以找到全程的那个加速度 那我就把全程的那个速度 画出来 加速度画出来这样 看起来这个速度也有点规律这样 但是它已经没有这个位移那么规律这样 那原因也应该蛮简单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这个速度啊 跟这个位移啊 是有个微分的关系这样 那如果这个位移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不是那么smooth 不是那么平滑 它这个微分的关系呢 就会变成比较毛躁一点这样子 看起来就比较没那么规律这样 但是依然能够看得出来说 它的有个周期存在这样 那这个周期跟那个基本阵容周期 有没有个关系这样 然后这个位移的那个幅度呢 大概是在正负0.15mps 然后这个是速度的那个幅度 是大概是在正负0.15mps 那我们再看这个位移的那个幅度呢 大概是在正负0.02mps 然后这两个那个幅度 有没有个关系存在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 然后这个加速度就更凌乱了 因为这个速度跟这个加速度 也有一个微分的关系 那所以说它会变得更凌乱 好虽然它很凌乱 那但是这个加速度那个幅度呢 是大概是在正负这个2mps 然后速度的那个幅度呢 是在0.15mps 那它们这个这个之间呢 有没有个关系存在 那如果有个关系存在 那我们就比较能够研判 这个结果的合理性这样子 总的来说这个 这个在一个随机的外力之下 它已经没办法写成一个特定的函数 我们没办法用ode 没办法用lapache传方 找到个精确解这样 那势必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数值的解 那这个是个数值的解的一个好处 它就不需要说你要有个特定的外力 才能够找到个精确的解 那数值的解 你只要given这个外力 那这个外力呢 也能够这个 有这个取样的周期 那这个取样点的外力都能够找到 那就可以透过一个数值的那个方法 找到结构的反应这样 那当然我们常看到的风力 还有这个地震力 或者说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它是一个随机的 它没办法有个规律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数值的那个方法 找到结构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呢 包括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这个课 这个课程呢 会用到结构学 会用到工程数学 会用到钢筋混凝土学 还会用到两本规范 那这个规范是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 还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这样 还有两本书 那两本书的话就是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 应用这样 那它就是土木404100的上下车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记得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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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